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圈面教导为念 值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中掌路按手的时候刺激你的 这些事你要恩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掌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行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够自己 又能够听你的人 斯罗保罗劝勉提摩泰的这番说话 其实对我们讲都很适用 他跟提摩泰说 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上作信徒的榜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每一日活出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要活出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首先当然是要认识主耶稣 我们明白有关主耶稣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读圣经 可以从听道当中明白一些关于主耶稣的事情 但是更加我们需要的是每一日 要跟主耶稣灵里面有交往 每一日都可以跟他聊天 每一日听他说他的心意 每一日我们跟他心灵是有相交 藉着耶稣的生命可以改变 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像他的模样 我们首先要明白他爱我们有多少 当我们明白他的大爱 对我们的爱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去爱别人 我们才可以有信心 去奉他的名 去行神迹其事 小路保罗亦都是圈面提摩泰 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圣灵按着他的心意 每一个人都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可能你觉得有些人唱歌 特别好听 或者有些人讲到特别有恩高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小看别人 更加不要小看自己 圣灵支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是要服侍基督的身体 我们通常想服侍基督的身体 当然是服侍别人 服侍教会 其实当我们服侍教会 服侍别人的时候 服侍基督的身体 都跟我们有关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当我们服侍基督身体的时候 其实得益住的 不知是我们服侍的别人 服侍的群体 还有我们自己的得益 我们灵里面有长进 我们灵里面是有成长 所以史罗普罗说 我们要在这件事上面 恩勤地去做 在这件事上面有恒心 因为这样做 我们不止是叫别人蒙福 也都叫自己是得着这个祝福 所以我鼓励大家 每一日都好像锻炼身体一样 是跟主耶稣有交往的时候 有亲密的时候 每一日我们都找机会 都是找着这个的时机 是用我们的恩赐 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恩赐我们也都是成为蒙福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希望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每一个人 你都是叫我们蒙福 叫我们得着 圣灵 不同的恩赐 可以服侍基督的身体 从而叫我们 能够在灵里面 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壮大 感谢主耶稣 很爱我们 主耶稣愿意每一日 都与我们有交往 离我们非常之近 不离不弃 我们感谢我们每一天 都可以跟主耶稣 是有生命的交流 我们愿意每一天 都是行使这一个的福分 都享受这一个的福分 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耶稣